她的魔术表演 美轮美奂 让人惊喜 诶 董青 她动了一下 哪儿呢 没看见啊 我感觉到了 但是她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为什么呀 这画上的鱼啊 它也是要听掌声的嘛 鼓掌 您看 掌声响起 鱼儿就出来了 哎呀 真的 这真是画上那条鱼吗 哎 这鱼没了 六岁开始学习魔术 现在开始 这里是天资会式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搜狐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今天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呀 是我跟王老师的老朋友 尤其是您的老朋友吧 没错 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不是还是一个小男孩呢 那倒还不至于 但至少是她参加几乎所有的活动 我都算是见证人 嗯 也就是看着她一步一步成长 名不见经传 到成为一个魔术师 魔术大师 呃 大师吧 现在就是最好别低调点嘛 低调点 是吧 他们也有人那么叫我 我不让 那今天呢 到底是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 魔术师傅延东 傅延东 出生于中国著名魔术世家 为傅氏魔术第四代传人 邂逅八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为千家万户 带来了奇幻的魔术表演 朋友们 注意了 宁可千万别眨眼 哎呀 动了 看好了 这就叫不可思议 哎呀 近些年 她更是在魔术舞台剧上 发光发亮 今日首次以大来宾身份 做客你看谁来了 她将与我们分享哪些新动向 三闪神秘大门背后 又是哪些好友为她而来呢 掌声有请 傅延东 有请大来宾 有请 嗨 你好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王老师好 严东那最近好像是获了好几个大奖是吧 不是最近就是以前吧 以前 以前获的 我听编导说 说你获那个大奖呢 都属于是在魔术界还是非常高的奖项了 有一个是什么亚军 还有一个是金奖是吧 金奖就是我们国家的金举奖 金举奖这个你应该得了很多年了吧 我觉得这个奖 有一个两届 然后那个亚军是那个世界魔术大会 世界魔术大会应该这个级别感觉很高吧 对 它就号称是魔术界的奥林匹克 是国际魔术联盟会办的 每三年一次 你这国际魔术大会获奖是哪一年呀 09年 09年 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你刚获奖呢 也就09年你已经是国际级的魔术师了 这我也不好说 我说你就嗯嗯就行了 应该说是就是这项赛事70多年来 获得亚洲人获得的最好成绩 我的天哪 当时你演的是跟中国的这种民间艺术呀 或者是传统艺术相关的吗 青花瓷 哦青花瓷 一个大型的 我们来找一点视频跟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今天看都觉得还是很厉害的魔术 对 就是花了很多功夫嘛这个魔术 你这就基本上属于是一个创意的 很有创意的中国魔术了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就是 当然它创意也是蛮好 但是我是觉得占了这个中国文化的便宜 因为我们每个节目在比赛之前 它有半个小时对光 对光是我记得是个老外给对的英国人 一个女孩 她对了好多戒了 然后给我们对 然后她就说 说你这肯定能得奖 为啥呀 说你这道具那么好看肯定得奖 我说真是占了中国元素 中国那个传统文化的便宜 当然 当然 当时拿到这个大奖之后老爸开心吧 开心啊 开心 你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就我一个独生子女 所以呢 你爸爸应该是把他所有的这个想法 都应该传递给你了 对吧 对 其实这个魔术 其实是真正意义上 就是我爸爸给我就是做的最后一个魔术 就他之后他就不咋设计了 就不再参与设计了 对对对 就靠你自己玩了 也就是说老爷子他就玩了一辈子这魔术 对 然后呢 到你这里 2009年他的收官之作 对 给你弄了这一个 对 那么2011年你上春晚那一年 应该是你自己的创意了呗 对 那是我自己的 因为2011年那个春晚那个 王岛那天那年你还在春晚族吗 就他那金鱼的那个 那年啊 那是第二年了 不在 那年的前一年 前几年咱都在 对 都在 对 王岛有一年还给我当导演呢 就是凡是他当导演都上不去 就自打我不管他 他就火了 对 但是当时还是在觉得 要拿出更好的作品来 对 就是我当时觉得 就是肯定活不行吧 那活不行咱就好好弄吧 就是当时一直是抱着 这样一个信念做的 然后正好11年的时候呢 他们也通知的比较早 我也是很早就进入了 然后也是这个鱼的节目 也是很早就在想了 因为就在想中国元素 当时因为已经拿过那个世界奖了嘛 年年有余嘛 中国元素上已经占了便宜了嘛 我就觉得应该再做一个 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 所以就做了年年有余 对对对 其实那一年呢 我觉得对于严东来说是好事 但是呢也会有争议 因为很多人都说 那这鱼到底怎么回事啊 会不会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但今天看来呢 这依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魔术节目 因为我觉得让我们记住了 其实你看春晚每年那么多节目 能记住有几个 但你那年这鱼 我就深深地记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啊 严东啊 这鲸鱼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呀 哎 你信不信 你看我先做个动作 作一 这为什么要作一呀 董卿啊 嗯 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 个个的岁数都比我大 是几条掌子 哎 你信不信 我能让他们组成方阵 接受电视观众的检阅 我不信 金鱼排方阵从来没听说过 那你看好了 哎 对 过来过来 对很好 左转 左转 不错不错 好的 继续继续 保持保持状态啊 好 左转 对对对 好 过来 好 难度升级 对 分组训练 对 红的过来 黑的过去 不错 交叉 哎 慢慢的慢慢的 别着急 对了 对了 很好 巩固一下 再来一次 哎 哎呀 注意了注意了 好 齐头并进 对对对对 很好 不错啊 很好 一字长舌 哎呀 好 我们到前面给观众拜年 太神了 解散 哎呀 太可爱了 眼督 这鱼 真听你话呀 这个今天来看 也依然是一个 很好的魔术啊 真是这样 其实 我们中国古代呢 是管魔术 叫戏法的是吧 叫戏法 叫幻术 哦 幻术 所以这些年 我觉得你也一直 能在做这个创新 这两年 做的主要的创新 是哪些呀 最近我 我是觉得就是 到我这岁数了吧 我觉得 应该开始玩起来了 嗯 就是我主要在玩 魔术跟 别的艺术门类的结合 前年年底的时候 跟 跟麻花在南京 做了一个项目 哦 做了一个沉浸式的话剧啊 现在 也还在演 就是那个 还收效挺好的 太好了 也是 你应该跟 有魔术 你应该跟王老师 弄脱口秀魔术啊 对呀 我确实也在弄脱口秀 是的 对 我觉得那也挺好玩的 我觉得 就是叫喜剧魔术吧 那既然今天呢 演东老师来了啊 就请他呢 给我们带来的一段 魔术表演 也是他非常擅长的 神术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 大家睁大眼睛 好好看一看 我是六岁开始学的魔术 我今天表演一个 我人生中学的第一个魔术 哦 对我一身却非常重要 影响了你一身 对 因为这是一个 关于绳子的魔术 是 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你要让我检查 我肯定只能说没问题 对 我要说有问题 不就成了问题 你真的真的真的检查 真的检查 真的检查 站在一个同行的角度上 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断裂 有磁铁 那我可就真拽了 万一拽开 就露馅了 行 从这儿 一节一节 这给它拽 它这么使劲地拽 就说明它没有磁铁 不是断裂的 什么铁都没有 这就是一个 普通的绳子 来 那么这个绳子呢 王老师 你刚才检查了以后 你告诉我 这绳子它有几个绳头 这是一个常识 两个绳头 对 两个绳头 绳头这样 我爸爸教我是这样的 说把两个绳头 拿到一起 然后呢 告诉我 这个地方 是绳子的中间 但这绳子 非常的特别 因为晃一晃 还出现第三个绳头 看第三个 王老师 您会鼓掌吗 会吗 你要出来 你要出来第四个 我就鼓掌 你鼓了它才出来 好 第四个 长了四个脑袋的绳子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跟他们演的不太一样 是吧 那么这个绳子呢 其实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所有的奥秘 就藏在这个绳结上 打开以后 你会发现 一条绳子 它已经变成了两条 两条绳子 它当然是有四个绳头 王老师 你刚才检查了吗 可是问题是 你漏四个绳头的时候 你后半那部分还在呀 对呀 那这样 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把它打绳结 王老师 您第一次打绳结 是在几岁 第一次打绳结 应该是在一岁吧 那好厉害 我一岁还不会打 因为要系鞋带 我六岁才学会这样的绳结 这咱俩最上差五年呢 差五年 好 现在四个绳头 给它打成了 两个封闭的绳圈 但这绳圈在我手里呢 打个响指它就变了 你会发现 有一个变大了 有一个变小了 只要我愿意的话 两个绳圈就融合成 一个大绳圈 所以王老师 咱们手里啊 从头到底咱只有一条绳子 哪来的两条绳子 我刚才跟你说 我说这个绳子 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爸爸用它来教会我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幻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打成一个死扣 那就是真实的 打成一个活扣 那就是虚幻的 什么样是死扣呢 一般是从中间 可以穿过去的 那都叫死扣 这都叫死扣 对 不过不一定哦 你看 哪里有 没有 可能大家觉得我撒谎了 说魔术师老骗人 根本就没有打结 谁说的 我真的打了 这是他 暂时藏起来了 不给大家看 我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找出来 这样碰一下 321回来 看明白了吗 王老师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魔术 那么其实绳子玩法有很多 绳子可以玩成这样 那么刚才是这样 因为我跟你说 魔术师最容易用手法来捣鬼 这个绳头是我们最容易捣鬼的位置 因为它是活的 容易产生各种手法 那今天呢 我就挑战一下我自己 我把这个绳头 给它放到我的兜里 把它藏起来 好 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不用绳头了 这样应该就没有手法可以做了 王老师你告诉我 没有绳头的帮忙 我们还能不能打成一个死扣呢 那不可能 不可能吗 又是一个死扣 是死扣吗 不一定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幻 刚才您 是错觉 哪里有 那么王老师你知道 没有绳头 这是个啥 这是个封闭的绳圈 我的天哪 绳头在哪里 绳头在我的口袋里 这个是刚才的绳头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这是绳圈 这个是绳头 那怎样给它还原到刚才的状态呢 其实说难也不难 因为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它放在上面 吹口气 王老师 吹口气 好 仔细看 那王老师 刚才呢 我只是抛砖引玉 我们王老师其实特别的专业 那也不敢 他前不久是参加了我们上海国艺魔术节 王老师给大家露一首 把那个黑兜子给我递给我 这个让魔术师也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空兜子 是的 是吧 是的 来镜头也可以照一下 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是空的吧 是空的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 对 能够成为谁呢 孙悟空 孙悟空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 金箍棒 金箍棒 在这么一个刚才大家都看到了里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呢 我迅速完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金箍棒 从 此时此刻 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认识了22年 有20年的空白期 我拍的眼了 凑不上时间 所以他不会想到我的 准确讲 我认识他应该有几十年 至少30年 你认为是谁 我 你还是自我吧 别人也懵一个 怎么得 那我就猜个月波吧 好不好 王月波 好 一号房间中 我真的 真的不确定 你准备啊 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相声演员 王月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一二 哎呦 掌声有请 我其实 其实差不多 他俩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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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啊 哎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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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明 相声演员 与傅眼东 相识二十余载 近些年 更是紧密合作 无话不谈 今日 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相聚 将与我们分享哪些 台前幕后的故事 我要是你现在就拉黑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团考核还请我当评委呢 真的呀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学文物修复我的专业的 哎呦 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是 呦 那咱俩估计有话谈 我听说您经常猜什么东西 是不是找我来修复呢 对 英明老师 我好久不见你 怎么还这个添了几丝滑发呢 哎呀 这个猜不着我 瞬间就挤白了头发 这个你们俩怎么会熟 他典型北京人啊 这个我们两个人认识的 太有渊源了 嗯 我们两个人认识得二十多年了 我就二 呃02年刚到北京就认识了 2002年 这个时间非常的准确 他做节目 嗯 我是他节目的嘉宾 嗯 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他表演一个节目 就是在这桌面上放着一个杯子 杯子上盖上一个手绢 当他把这个手绢拿起来 数一二三 杯子没了 杯子没了 嗯 然后呢 我坐他对面 我让我也访学这个节目 我也拿一个杯子 盖上这个手绢 我把这个杯子拿起来 跟着他的动作一样 然后实际上这个魔术表演的技巧在哪 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有一个桌子 这个杯子借助这个手绢挡着 然后要把这个杯子掉到腿上 啊 掉到腿上呢 毫无声息 然后呢 这个一拍这 手绢就没了 嗯 我呢 这个动作表演的 就是比较的真 就比较的真 但是呢 因为这个二十多年前 我现在就很瘦小 当时也很瘦小 如果我要是撒手 这杯子绝掉不到腿上 就掉地上了 我呢 就高仿 这杯子好像掉了 他呢 就很惊奇 他说 你那杯子掉腿上了吗 他认为我好像是特别完美地 完成的这个魔术 结果根本就没掉 我说还使劲在那拿着呢 哈哈哈 就这么认识了 认识之后呢 他又变了几个铺块牌的魔术 嗯 铺块牌魔术变完了之后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魔术时专用的铺块牌 嗯 当时我也是大学生 我比他年纪小一点 但是我对这个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就开始学 于是他把那副牌就送给我了 天哪 你那时候那么大方呀 我这人从来不保守 啊 就可能受我爸的影响 他从来不说 啊 这个秘密太怎么怎么值钱 我们就全 全交是吧 他把那副牌就送给我了 哎呀 你回学校就开始嘚瑟了吗 没有没有嘚瑟 没有嘚瑟 这个牌就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柜的抽屉里 直到现在还放着 还没练 不浑心的 我天哪 你带来了 啊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来我看看 天哪 这就是你二十年前的 二十年前的副牌 单车牌 天哪 这牌特别滑 啊 天哪 我这真是 就是老朋友啊 就是 打那次之后 二十年谁也没见过谁 啊 你说你说你这人给你二十年搁那 你要给我早成魔术大师了 对呀 你说你就给错人了 没有没有 真的是 二十年没见 你们今天是第一次见吗 不会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是在上一届全国文代会见的 对啊 因为特别珍惜他 我真的不敢用 这是在文代会 对 开会休息的时候 我们俩碰到 我说必须合个影 对对对 这二十年没见 没见面 互相还认识吗 还认识 就是我们的记忆还没衰退 认识 吃饭的时候见的 这个吃饭 在食堂见的 吃饭这个我得说 这魔术师就是魔术师 他特别会观察 因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 在一起用餐 还是挺挤的 他就给我发微信 你 我告诉你 你取完餐之后 往哪个角落走 那有一个小餐厅 非常非常的安静 没有人特别得聊天 果不其然 那个位置比较隐蔽 我们俩人随便说什么 都没有人看到 哎呦 太好了 俩人是不是那两天 一下这友情升温呢 哎呦 真的真的 二十年前的那堆话 就那开会那几天全说了 啊 这个也就这一次 重拾了你们的友谊 是是是 就是我在说 这个扑克牌 就因为特别珍惜啊 就真的是没动 完全就放在这个 我们俩再见面 我就跟他说 我说当年你送我那副扑克牌 二十年了 就在床床库上搁着 这次约我来的时候 我就是一边聊着天就很方便的就把这个牌拿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放在身边 哎 不是你家二年不搬家呀 哈哈哈 换了换了家 但是这个位置放在牌的位置 不会变的 哦 所以二十年很新 你在怀念我 哈哈 什么词啊 什么词你 这副牌太可惜了 是 他说那二十年什么用都没有 没啥待会儿见没赠英雄 是吧 对 没啥待会儿咱们节目录制完之后 咱们斗地主 哈哈哈 刚才就提到我们团的呃 这个业务考核 嗯 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 有三位魔术师 嗯 每年业务考核 嗯就请傅老师跟我们当专家评委 嗯 这个 我很认真的说啊 特别严厉 嗯 我就是没有情商呗 说话难听呗 对对 特别严厉 就是这个节目好 就是好 你动脑子了 就是动脑子 你在这儿糊弄 就是糊弄了 嗯 就真好 特别不留情 但是 让他去当评委 对 对 对对 那不请王导呢 就是你要让我去 肯定都好 定了 哈哈 那就进步不了 咱们就一定要 他们有三魔术俩变联 变联 变联也算魔术行业了吗 不是不是 就归到杂技类 我们团还有这个 抖空竹 赚碟 这些杂技项目都有 就请这个专业的老师 来个点评 来个点评 特别不客气 特别不留情 但是我 这是对你的批评 听出来的 没有没有 我们演员 尤其是我特别感谢他 只有这种严厉的变色 才能有舞台上的进步 就是我们要是 都是蜜罐里长大的 就成长不了了 不是 我觉得 傅远农老师估计 当你徒弟 也够痛苦的吧 你想想 就你这个 给人家去当个评委 当个什么 都得这么严厉 你要自己的徒弟 那就话就是 必须去往难听了说 什么难听怎么说 那你这么说啊 谁愿意给你当徒弟啊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 我骂总比观众骂好 你对英宁老师 印象是什么样的呀 其实我觉得他特别好 因为我们俩 真的真的 就刚认识的时候 就我是 一点名气也没有 然后就是刚来北京嘛 来北漂嘛 他那时候 已经好像出名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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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对傅远农老师的 印象是 是从老傅老师开始的 嗯 傅腾龙老师 在央视录这个 炮打真人 嗯 去演杂谈 对 去演杂谈 炮打真人 再到这个央视春晚 那个隔夜修书 嗯 后来就 就知道他了 就在就 我们俩面对面那次 就就完全对他 就印象超级深刻 虽然二十年空白 但是一见 再见面的时候 就和这二十年的友情 全补回来了 嗯 真好 现在我们老联系 这时候真是老联系了 所以以后呢 找个时间呢 咱一块拒绝 多好啊 对 然后呢 我们一块做点事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呢 要向大家呢 宣传曲艺 宣传呢 这个我们的魔术 魔术 是吧 民族艺术 太好了 来吧 咱合张艺 拉摩算一家人 对对对 是是是 二号三号 开二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哎呀 哎呦 我没想到 我觉得不可能两个都是像 可以了 李金 相声演员 与傅眼东 因工作相识 近些年 二人尝试合作 新形式演出 交往紧密 今日 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相聚 将与我们分享 怎样的合作趣事 这是你们俩 怎么熟起来的呀 我俩也是 我俩一年春晚 一一年 上一个土缘 同一年的春晚 你一一年就上春晚了 第一次去春晚 我俩节目呢 挨得还比较近 他我记得是在我们前头 还是你在我们后头 反正咱都是黄金时段 挨着特别近 都是九点来钟 后场的时候 老在一块 就在那后台那儿 就开始聊 聊 而且呢 这个魔术呢 他不到直播那天呢 他都不是演的 那个正式的那节目 所以他每天都换 还跟那个那个 就是老傅先生一块 他俩 今儿个有 明儿个是他一人 今天演这 明天演那个 他为什么不让你演呢 凑时间 因为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有记者 每次都有记者 他是怕提前曝光 然后有人跑活 对 有点神秘感 所以就是 魔术这东西 一跑活就没意思了 对 那也就是说 那时候在看 正式春晚之前 您也不知道他演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就是那个 但是就是 被播那次就知道了 不是 被播我也没参加 我是你们都走了以后 我12点以后 单路的 这还有这规矩呢 对 所以就熟悉起来了 刚才说了 魔杂不分家 就是原来好多单位 都是这魔杂团在一起 现在铁路工团也是这样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 您也会两手 我是不会啊 我是不会 因为我跟英宁啊 也是最早的搭档 你俩是搭档 对 我俩是最早搭档 这样啊 我们到这个内蒙古 我家乡 都在上学 我是大一 大一那年的暑假 他是刚入校 他等于他替他一个诗歌 王磊 那个胖一点的 知道 物理系的 对 因为这个审查的时候 还是那个王磊演的 然后我们都是坐底下看 后来就认识了 跟王磊也聊天 后来一出发的时候 怎么改这样 我这被受的也太快了 就换他演 结果我们一块演了 得有十来场吧 演到中途的时候呢 他那个伙伴 有点水土不服 到那蒙古 也搭着他老折腾人家 后来那伙伴呢 就是晚上都得 斜卧在床上 不敢躺平了 然后抱着一个 道具的红鹰枪 在这边睡 这都是回 这英灵 老折腾 我要找你们几个人 得录一期节目 这故事太好玩了 老折腾人 因为那时候六个人 住一个屋嘛 六个人住一个屋 他老要捅过人家 不让人睡踏实了 所以后来把那孩子 就给 就围去了 就水土不服了 然后后半程呢 就他也不能一人说 就我跟他又说一个吓声 我还唱一个快板 回到北京之后 我们俩就合作 对那是最早的大档 那那个时候 乐波呢 还没有跟他合作呢 也合作呀 也合作 就是我们都换着来 这些人我们都合作过 都演过 最早英灵给我捧根 英灵给我捧根 英灵学的就是捧根 他从小就是捧根 但是后来呢 孩子们纷纷长个了 就他没长啊 所以他再捧根 就不合适了 这画面不好看了 你想他给王乐波捧 他那时候就这么 他真的给王乐波捧 那会儿 后来实在是这打偏秤 就换过来了 现在他是逗梗了是吗 他是逗梗的 你现在还说相声吗 说相声 我怎么感觉 我今天早晨从德州回来 昨天我带队到德州去演出 还是说相声 不是说相声 你现在搭档是我们家访客是吗 有时候 这个你看 我现在那个搭档啊 有的时候跟这个广播艺术团的 贾旭明老师啊 我们一块合作啊 后来呢 你看 我们也说弄一个这个相声和魔术的节目 后来我们这个本子都写好了 就是两个相声演员和他合作 就是贾旭明老师 后来因为我们俩先聊的嘛 我聊完之后 我才跟贾旭明老师说的 我说咱们这儿有这么一个想法啊 咱们俩跟那个福元东老师一块合作 啊 是吗 那个我住的是他们家房子 我说很有这种缘分啊 是什么是他租房子这么 租到你家了 我姐的房 那是就是通过中介租的吗 不会吧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租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租的 反正就是住到他们家房子 现在还租着呢 后来这两年呢 我们俩都是这一届的这个北京文联的理事 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俩还挨着坐 就没事就聊聊那想法 最近各弄各的弄什么东西啊 然后就就就想一块弄一个这个相声魔术的 本子也写好了 然后他那道具也准备差不多了 就是没时间排 他也忙我也忙 就是今年特别忙 今年 今年确实特别忙 而且前阶段还还在那个沟通 我新改的本子也发过 这个版特别好 这版真的好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傅老师也说 看了觉得挺好 然后他这个道具也准备差不多 说排排排排排 打打这九月份开始说到现在了 你们那里边不需要一个就是老头什么的形象吗 老头已经有贾老师了 贾老师看着已经比较像老头 贾老师身体扛得住吗 扛住 贾老师比我还小呢 是吗 对对对 但是这个真的是要弄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魔术和这个相声 要是能够这个这个价节就特别得体的话 可能会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这个不做过多剧透了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无论从这个魔术层面上 还是相声层面上 因为这个融合吧 他就怕互相减分 互相抵消就不好了 他各把各的都能展示出来才好 就是说魔术也别破坏魔术技巧 就是说也别为了谁纯辅助谁 能够融合一步 这个是更好的 这个你对李晶老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呀 我其实是一直看他相声 你不说长大吧 别说你 你就比我大 不是 就是因为到了北京以后 我就觉得应该听相声了 因为我在上海时候是不听的 上海看滑稽戏 但是也喜欢这种 但是到了北京以后 我就老看他的 他说相声一点都不急 我觉得 太浮世舌相 咱干啥都不急 干啥都不急 而且他特别好 你知道吧 因为有几次 就是比如说我在外面演出 一些报道 或者一些海报 甚至他已经给我发过来了 我说你是哪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 对 我有时候朋友圈里看见 谁发的有什么资讯 有他我就给他转过去 还是比较关注他 比较关注 就是我们这个排练 还是要提上日程 对 我觉得今天就是要促进这事 富老师他这个生活习惯 他大概晚上七点半就困了 对对对 我八点半就睡着了 八点就睡着了 你这晚上我这 这是我们正精神的时候 然后早上起来 他起得很早 我这 那你这 但是我不是不能熬 我不是不能熬 但是就是我觉得 一般要没啥事 我就早点睡了 就这样 能睡得着吗 能睡得着 对 对所以我们我们凑一个时间可不容易了 啊 这个 我每天要跑十公里 哦 每天啊 每天跑步 每天跑步 啊 我们到这个外地去演出 这个住在一个酒店 那早上起来就出去跑去了 问题是你要出去演出 你晚上怎么睡啊 对 我是可以熬的呀 啊 我是可以熬的 好 我们有一次好像在广东演出啊 广东那个 一个 一个挺挺大的这个场地 应该是个类似体育馆的地儿 你记得吗 我跟我师父 师尚杰先生去 也有这个王月波英灵 嗯嗯 我记得 对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几个 然后还有一些歌手 挺挺宏大的一个晚会 然后这个一结束之后 往外走 然后这个王月波就说 你就看出来这个曲艺啊 和魔术的这个演员呢 都是比较机灵的 都是走在最前面 赶紧冲出来的 就怕被大家围上 走不了 你看就出来就是我们几个 加他 那歌手们都这么厚的啊 早走一步 嗯 哎 这个 你们这个将来 这个设计里头 有傅元东唱唱歌吗 他可会唱歌啊 对 哦 那加上啊 那随时可以加上 对对对 不是 他当年还想弄 就是一边唱一边磨出来的 后来一直 没弄成啊 那也上了春晚了 对 哦 对 风风哈黑来什么 都看出来了 对 那成 他还跑春晚上唱歌 你都不知道吧 我对我这也准备 我小宫全来放一段 请和我一起进去 进入我的魔幻天空 感受什么奇妙 无穷 让你 happy 让你尝试全新动力 今天晚上 让你将风狂进 心到底也 感到happy 非常creasy all time i know 我知道我最需要的一定 一定就是你 i know 能量的身体 让奇迹跟着我飞舞 在默幻的天空 将你体验到神秘 难民永远伴着你 我天哪 可以 还行 这是傅言东的一个梦 你其实唱得挺好的 对 真的 声音好 你就是因为老不唱 然后你没状态了 但是后来我是觉得 这个内行太拥挤了 还是魔术好像好一点 但是你要是魔术和声音 同时处理好的话 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我当时候想法是 就是魔术是视觉声音 那个歌是听觉声音 你想想 我想把这俩结合在一起 然后加进一份 我之前就是一直想翻唱 那个就是夜空中最亮的心 就那个歌 我想最后就是做一个 人飘起来到上面去摘一颗心 想做一个这个 对你唱 你小心吧 你这梦想你不赶紧实现 这就要实现了 对啊 对啊 我给你设计道具 对 对真的太好 来吧何张颖 好 来 何张颖 看谁来了 答错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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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啊 太辛苦了吗 王立威 魔术演员 作为同行的他们 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上 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的这个魔术的这个内容里头 绝大部分都是出于他教我的 谈不上去 交流 交流 我看明白了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 就是你看谁来了 一半是靠魔术来支撑的 王老师您是跟他的父亲 就很熟是吗 特别熟 嗯 嗯 你们应该在一个群里 对对对对 然后原来这个傅老先生 我们我去上海 还是在北京 见过经常见过我们在交流 嗯 嗯 其实燕东老师比我小 嗯 我和他有两个相同点 嗯 他小我一轮 哦 是吗 说兔的 是 我对 我是兔年的虎 对对对 我我也是属兔的 因为我搭他一轮 嗯 然后我最有印象的 还是应该就是 一一年的春晚 嗯 年年有余 那年也是兔年 嗯 对 对 对 十二年 正好我那 我那年是本命年嘛 我在看这个节目 十二年前啊 您当时会不会觉得 这小伙子厉害了 特别特别厉害 特别特别厉害 嗯 因为您是自己的圈里人嘛 相当于严冬 那正好说到这儿呢 就说到父亲啊 你小的时候 多大的时候 意识到 你的爸爸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爸爸是个魔术师 反正我记得 我小的时候 就觉得魔术 不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什么事 嗯 就别的孩子 觉得魔术很神奇 很神秘 我就从来就没有这个感觉 嗯 因为从很小的时候 就是说白了 家里都是机关重重的 嗯 家里就是按门啊 或者是会移动的镜子啊 就是 就是很很常见 嗯 然后随便哪个拿起来 那就是爷爷当年的道具 就就这样 就你爷 相当于你们家是 您是第几代呀 第四代 第四代 相当于您太爷爷做这个 对 然后爷爷 然后你爸 然后到您 就到你们家 经常就不定把哪儿 就变没了 就 是 有经常有 而且我们家经常有 有魔术界的这些同行 会过来 过来玩啊 聊天啊 来聊节目那样的 所以 从小他们也不避我 所以我也没拿这个门子当回事 从真的是这样 小的时候 所以就出来 到现在都得谁告谁 对 对 谁告谁 对 我们请王老师 其实就是想讲讲您童年的这一段啊 这个 王老师 那个时候 他老爸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 比如您要请教他 他会告诉你吗 他老爸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同行 其实我们魔术界吧 过去叫戏法 最重要是交流 这个交流 其实也得在一个段位上 就大伙比较认可 准确点 其实都是做职业的 就你得在一段上 一个拉宝上 对 绝对不能给一个外行 去随便揭秘 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吧 我现在还拥有 他爷爷的道具 傅建正老师的 那时候是 我第一个人 应该严重的 应该能认识 田飞燕 我知道 他是我师哥 今年84岁 那时候你们是 在上海叫魔术成宝 对 严重老师和这个 傅先生是演大型魔术幻术 我师哥在那是做的 这个静静的 仙人斋斗 对 仙人斋斗 田老师有一个特别 令我佩服的 就是他在可能 在80岁左右的时候 他把仙人斋斗 做一个革新 就是你仙人斋斗 比如说是五颗斗 它五颗斗 是五个颜色的 对 王老师仔细想一想 这难度在哪里 那对 对吧 你知道 那就太难了 那一档节目 咱们中国文联 这个杂写 然后还去做了一个 专程采访 他在80岁的时候 把那叫五彩斗 全国首创 所以严冬 其实在你小的时候 因为你是第四代传人 你爹是按照 第四代传人 培养你的吗 还是根本就没有 他其实一直在 试图影响我 但是 这个其实 您是做老师的 我妈妈也是老师 我妈中学的 语文老师 班主任 我也语文老师 特别严 我妈其实是 抵触的 就是不愿意 我再做这一行 因为她觉得 这一行就是 没有什么保障 就觉得这样 但是我父亲 一直是在 在默默地 在给我潜移默化 让我觉得这一切 这照片 这是 九岁 十岁 七八岁 七八岁的时候 七八岁 你就可以玩这样的了吗 这不难 这是摆拍 其实玩不到这个程度 是那个时候 我爸把那个牌粘起来 感觉是那个啥 但是我 我其实是 最早从魔术 找到乐趣 是在高中一年级 那也挺晚的了 对 高中一年级 军训 军训的时候呢 就是 哎呀 那个时候 就是独生子女嘛 就是不咋能吃苦 但是呢 军训的最后一天 它会有一个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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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报才艺 我说我会魔术 演完以后 报场了吧 同学 报了 不光是同学报了 因为那时候 高一嘛 都不认识 不咋认识 才去新生报道嘛 连训练我们的教官 平时觉得我 做得特别不好的 那些教官 我神了 我说 哎呦 我觉得可高兴了 那次 我真是觉得 就有成就感了 是吧 对 其实这个魔术 我从王文念老师 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嘛 我是觉得 就 其实还真的是个 熟能生巧 他很多时候需要练 你别看王老师 王老师大概五年前 开始练魔术 他是真的好吃苦 他光练这牌 往一起弹 我真的 我刚才看了 我都好烦 你知道吗 因为我喜欢安静 我是要读书的人 我们俩住邻居 他晚上经常去我那儿蹭饭吃 然后蹭完饭 到你的飞牌 飞一地牌 不停地弄 然后我们家桌上的 所有人拿来的名片 他都给我飞一下 全飞的是蛮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里边我刚才看了以后 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个特别刻苦的人 对 因为如果说是一个初恋者 他有的人是要带那个乳胶的那个纸套练的 这个东西其实不咋好练 所以说呢 这个是他的师傅是吧 算师傅吗 当然 当然 大哥 还有一点我觉得不容易在哪 就是其实 我看一个魔术 我不是看门子 我要看的他处理方法 就是他之前很自然的方式 就是协助了他 就协助了他 对 这个很不容易 就是你一个外行来说 它是不可能的 就是魔术 其实我认为好的魔术在于什么 就没有不好的魔术 只有不好的魔术师 就是好的魔术师 就是一切都处理得特别自然 没有痕迹 就是哪怕让你们所有在 比如说你们俩是同事 他都能让你都没觉得 谁在帮谁 我刚才说这个严诺老师 他特别幸运也幸福 做我们这个行业 如果有这种家庭传承 他什么 他就学表演 练基本功就可以了 对 所以家里会有很多 按他的思路去给他 把这个程序啊 包括这个流程啊 包括量体才艺 都可以做好 但是我觉得 你是不是学过舞蹈呀 我感觉你的身体 还是挺好的 是 刚开始的时候 是演大型嘛 我那个获奖也是大型 对 大型就是要心体好 关键是你也有天赋 这天赋也很重要 刚才王老师说 这个我其实觉得 我还真挺幸运的 因为就算是 咱们有师承来历 我拜师的话 老师不一定说 你想学啥 他就教你 因为我觉得 在家族里边 你是无私的 你从我父亲开始 我姑妈 对 你要啥给啥 你没有的 家里没有的 姑妈也做这个 跟别人去换来给你 那都是 那你姑妈的孩子 在学这个吗 就是我表姐 但是我姑妈这一支呢 现在都研究理论了 都是写书了 写魔术杂技历史 而且这些东西了 他表姐也在表演 徐秋老师 他就是我们这个 杂技社的编辑 也是一个 特别优秀的 一个魔术师 我和他同台好几次 我还记得 特别是我们在大连 做了一期 全国的 这个古典戏法研讨会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同台 魔术进校园 进辽宁的 大连理工大学 和海事大学 我们同台的表演 他也是那个传统会 演得特别特别地道 所以说王老师 你今儿来 还不给玩个小的 玩一分钟的 因为我们来个小魔术 做好不好 来一个 现场吧 可以啊 玩一个呗 我简单地普及一下 这个魔术的现象 这个燕头老师在这 魔术的现象 分舞台和境界 但是现象是一样的 出现了 变出来就出现 变走了就消失 把你手机变到 我都是要转移 我们想象一下 从空拿个盾放在手 这就来了 看见没有 没看见 好像我速度太快 再来一次 我速度放慢点 现在魔术现象就出现 天哪 如果把它捏在手 盯着我的手 捏在手 它消失 还没有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 再拿出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魔术现象 出现和消失 还有一种现象 叫做转移 其实我都是不只在这一枚硬币 我有备而来 王范老师认识吧 零钱包 零钱包 我零小近年 你看一下 我这里还有三枚硬币 三枚硬币 对的 你先检查 检查我的钱包有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对我把钱包现在把钱包交给你 OK 一公司几枚四枚硬币四枚硬币 四枚硬币 你盯着我的手 看清 两只手有接触没有 没有 发现打开 这叫转移 好像没看清楚是吧 没看清楚 这边你拿好 钱包可以放到这边 接下来 我们随便 敲一下 你可以敲一下我的硬币声音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吧 你配合一下像我那把他放在你手里头 嗯 往前再来 看清 三枚一枚 天哪 这变成两枚了 哦你这变成两个了 天哪 你手也太快了 哦 再来再来 再来一次吧 嗯 你这有两枚 一起放好 一共是几枚 是不是四枚 四枚 对 我手里没有 接下来我拿走一枚 剩下你把它转住它 看清 握住它 把手翻过来 打开你手看一下 哦 真的四枚哎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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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神奇了 这个 哦 这 这个就是这个 比较 比较 这要转移是吧 其实硬币的魔术在我们 老师还可以 手法还可以啊 当然 嗯 硬币魔术还是不将就一般人的 因为王老师到这地步了吗 哈哈 海绵球 打不到 你是海绵球地步了 对我现在 我现在只能做到就是把它消失的 啊 这个也挺好 也挺好 从这儿来 很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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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希望啊 做一点魔术的普及 然后我们一起呢 把这件事呢 推向全国 好不好 来 还您的 谢谢 谢谢大家 来我们合张影吧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希望您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爱上魔术 加入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年轻时 她是赛场上万人瞩目的冠军 而今奔90岁高龄 她是与并魔搏斗的绝对强者 她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郑凤荣 今日重返你看谁来了 她的心境是否如青州已过万重山般 甜蛋平和 又会有哪几位重量级嘉宾为她而来呢 比完赛 那晚上我没机会回我姥姥呢 因为太多人在手机上有发消息嘛 所以我那天晚上本来比的也比较晚 当然担心有点心疼 担心她做完手术 我们先进去看她们 还插着管子什么 当然有点就是心疼什么 可是看她现在恢复的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已经看不出来她有病了 这次回来我要完成老了 没有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这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哎呀 我看完很难感动 她的这个成绩 在全国人民心中 或者说在世界人民心中 都是个标杆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下期 你看谁来了 荣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